为强化地区防灾任性及邻里社区防灾应变能力 土城区公所与在地企业合作 今年新增5家在地企业前属防灾合作备忘录 与灾害期间结合企业投入资源协助地方救灾 目前有19家企业进行防灾合作 建立紧密伙伴关系 公司协力促进地区灾害防救能量提升 我想平常就要做好准备 所以我们从107年开始 其实每一年都会跟一些企业来做签署 那我们签署的范围非常广泛 不管是旅馆 房屋 还是餐饮 还是光电 照明 大卖场 或者是其他各种各行各业 我相信其实灾害很难去预料 它会发生在哪个时候 也不知道会发生在哪里 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类型的灾害 所以其实平常做好准备 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 那我们今年又签了6家的防灾企业 去年签了7家 我相信不一样行业的防灾企业 对我们可以提供非常多的不一样的帮忙 土城区长周静平表示 公所多年来致力于推动企业防灾 且签署合作之企业领域多元 当日又新增5家企业加入公所团队 企业涵盖卖场食品业 电子业 旅宿业 运动健身及餐厅等不同领域 除了在灾前提供防灾物资及圈岛服务之外 未来如果发生重大灾难及开设防灾收容避难所时 这些企业也将协助土城区公所支援灾民的避难收容 民生物资整备等资源 我想透过防灾企业这样的一个签署 可以让我们跟企业彼此间产生了一些连结 而且企业本身他们也会去成立防灾室 他们也会把防灾的概念带到企业里面 所以除了跟我们的合作之外 企业本身的防灾也可以提升 对于企业也是一个好事 所以我希望透过更多的企业加入 来增加我们救灾能量 也可以让企业本身也增加防灾的知识 大家互相帮忙 让土城都可以得到最快的帮助 跟最好的处置 那我相信对我们土城的居民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福音 今年0304地震发生时也特别感谢 888亭有民股份有限公司协助灾户收容安置 让灾民们能够有地方安心休息 寄望借由借重各民间企业之产业支援 未来提升土城地区的灾害防救能量 记者已根基新闻产报导